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看有哪些部分程式可以再让它变得更完善 我刚刚有提过,其实录制好的聚集,它一定是放在VBA里面的模组 所以你可以看到以后你的程式都在这里 如果你不小心把它关掉的话,反正在开的话就是在开这里就对了 录制聚集它会自动帮你增加一个模组,把程式写在这里 录制聚集是以Sales自动帮你写出来的程式 你可以再针对你录制好的内容去做修改,是不会有问题 像我刚刚有增加了这一行,Sales.clear 这一行蛮好用的,意思是把整个工作表里面的资料全部清光 就这样,蛮好记得吧,最简单的方法 那底下的话,它就这个从Vis到Vis 就是它帮你写出来的程式 其实是以Sales帮你写的 我觉得那个VBA有个优点 就是说Python没办法自动帮你产生程式 你不会写就不会写 但是呢 这个VBA的话 你不会写没关系,你录制嘛 录制好之后来修改,可以啊 那只是说呢 你再来,不是说除了录制啊 你可能慢慢要学会什么 学会看懂到底它帮你录了什么程式 然后你将来不一定每次都要重新录制 因为它录下来的东西就可以拿来再利用了 OK,那哪些重点呢 特别漂亮啦 看一下,你慢慢要习惯 Vis到Endvis指的就是说呢 以后呢 这一个物件 这个什么物件呢 这个ActiveSuite ActiveSuite就是目前的工作表 目前活动的工作 Suite就是工作表 点Query Table 就是在这个工作表里面 我使用的一个子物件叫Query Queries就是我刚刚讲 Queries就是查询 Tables就是里面的表格 它其实主要用这个物件 那它后面有个方法是Add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后面 因为有Vis的关系 所以底下都用点开头就可以 也就是Queries Table 有没有 Queries Table.Name Queries Table.Fill Fill就是栏位的名称 等等的 这些 你会想说 为什么老师前面这些都点 主要原因是因为 有Vis到Wis的关系 那如果你没有Vis的话 那变成你要把全部的名称都放在这里 所以前面的话 开头叫ActiveSuite.Queries Table.Name 什么什么 那你会发现存互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Vis主要的用途是 让你的程式变得比较精简 那第二个的话呢 你会发现底下有个Add Add是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Connection Connection 连线 什么要连线呢 因为我要连到 那个 我们的主机上面 那要对应的是一个文字档 有没有是Test 所以以后如果你是从Web的话 它变成UI 那后面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贴上的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刚刚贴上的东西就在这里 这一串 那这一串以后假设你要抓的不是住宅 你要抓的是汽车或者是自行车机 一堆有没有 你不用重录了 贴上就好了嘛 结果会不会一样 一样啊 你不用再重来了 OK 另外的话如果你要大量的存取同样类型的东西 然后它是一个有一个规则性的什么一个回 你如果大量的资料你可以再跑个回圈 然后呢 它可能有个结构性 比如说第一页是1 第二页是2 第三页是3 那你会跑一个4回圈 比如100页就forI等于1到100 它就可以1到100页全部通通帮你把它抓下来 放到Excel的 OK 所以其实程式主要就是怎么样 让你不用需要重做了 而且呢如果大量资料呢 你只要懂得跑一个回圈 所以回圈一定要会写嘛 这前面我们讲的其实还蛮多的 那后面我会再取哦 就是如何针对下载的资料跑个回圈 全部抓下来 这个做说明 其实真的程式不复杂啦 主要是你要掌握那个最重要的部分 那底下的话呢 这一行一定就不需要 它会造成错误 所以可以把它delete掉 那其实我后来发现 这些程式啊 底下你想说 老师这程式这么多啊 有没有 有没有让它简单一点 后来我发现 我就去查 查什么 查它每一个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看按F1 理论上按F1 它会连到它的 这个官方的电子档的 那个说明里面 有没有 它说这个传为什么 有没有 它里面有一些相关说明 它这个query的物件 它做什么做什么 OK 那可能它花一点时间 我后来发现 其实很多是可以把它砍掉的 哪些可以砍掉 哪些可以砍掉 其实这些可以砍掉 什么Name Fuel Name 这个可以 这个也可以 其实False的基本 前面几行 这个也可以 这个也可以 我发现这些都可以 把这个都不用 一直到950 950是我们的编码方式 就是Big 5 这个到这里 从Name到950 这中间都可以把它Delete掉 清爽一些些了 那Star Rule 这个应该不用 我发现这行 我查过好像不需要 然后底下的话 如果底下这些False的 False就不要 不要的话这些 这些False的 这个也可以把它砍掉 我发现这些 那它当然你可以查一下 这是什么 它转换的方式 然后 这个可以把它Delete掉 那这个是Comma 这个Comma是什么 Comma是豆点 豆点就要True 这个一定要留 针对豆点 那其他的话 Space这个就不用 这一行也可以把它砍掉 那这个底下 TestFile Column 这个Column是藍 DataType 就是哪 其实主要是哪些藍你要 哪些藍你不要 我们不是有选吗 那如果是1的话 是要的 如果是9的话 就是不要的 那因为我们有五个栏位 所以五个栏位都是1 意思是五个栏位都要 所以如果你要哪一栏不要的话 你就把它改成9 它那一栏就不会显示 就不会录了 OK 所以有一些修改的技巧 底下这两个把它保留 你会发现清爽很多了吧 程式是少了一半以上 我们再执行看看 再执行会不会OK 所以我把它改 改完了结果我把它贴到云端 你如果要再参考的话 试试看 执行 有了 一模一样 那最后的话 你也可以在这边加个按钮 按一下 又下来了 多方便 所以以后的话 你的工作就是按按钮 所以你会发现 现在很多人 会写程式 更不容易 差很多 会写程式的 都有很多按钮 早上按一下 然后又去吃个早餐 回来 事情都搞定了 对一早上的事情都做完了 因为之前上个同学 也秀给我看 他说老师你看我以前 一早上的事情 我现在都变成一个按钮了 他早上去的第一件事 就按个按钮就好了 然后一早上就没事了 OK 然后就慢慢摸 慢慢摸 然后下午又一个按钮 按一下 然后下班前再给老板东西 这样子 他这事情就完成了 感觉他的生活就很惬意 工作很惬意 就慢慢来慢慢摸 没关系 但是要装忙就对了 千万不能老板知道 说你已经都做完了 就慢慢来没关系 不然的话 老板不会给你加薪 但是我后来发现有一个 之前有一个 学员跟我讲说 他们公司有帮他加薪 而且加double 他说是外商公司 他说外商公司 比较是属于你的能力多少 他给你对应的薪资 我觉得这样很好 对 但是问题是 也不会白给 就是给你多少钱 你就要做多少事情 但是我看 看得出来 他其实还蛮开心的 因为 他毕竟是在工作上受到肯定 OK 虽然压力比较大 但是他做得很开心 因为他觉得很有成就感 OK 我觉得这也蛮重要 不然你工作说真的 你得不到成就感 每天被骂 然后一直很有压力 说真的工作怎么会开心 那工作不开心的话 你会觉得一整天都很漫长 奇怪 什么还没下班 一直看手表 时间还没到 如果颠倒 假设你做得很开心的人 怎么下班了 才不是才刚上班就下班了 对 因为做得很投入 对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 这种经验 因为我之前上班就这样 奇怪 下班了 对 因为做得太投入了 每天都很开心 因为以前 所以最好是你的工作 就是你有兴趣的事情 那你当然自然会觉得说 这没什么 反正 所以那时候觉得老板都很好 很佛心 我做我喜欢的事情 然后他每个月又付我很高的薪水 怎么有这么好的事情 所以常常觉得说 上天对我非常的眷顾 OK 对我太好了 好 那 前提真的还是要用对方法 我觉得如果你用对方法 这事情很多都简单的 那如果用错方法 说花太多 而且很多人都在 不重要的事情上面 花力气 老板就觉得 你到底有没有搞清楚重点在哪里 我要什么 你给我不一样 你给我错的东西 你花那么 然后觉得 对 搞不清楚重点 因为 我觉得很多人 可能在专业度上面 还可能不太够 所以再学习是非常重要的 真的 因为如果你不学习的人 真的会 离你职场需求的技能会很遥远 更不要说专业了 所以像我自己的习惯是 也会经常去充电 所以我其实 花最 最多时间的是 常常跑书店 而且还蛮 蠻隐就在 在看书这件事情的 像我最近发现 然后那个 鸟屋书店还蛮不错的 因为它有位置 你看要不要点咖啡 你不点也没关系 后来发现没点 好像他也不会来 叫你说 先生你一定要点个咖啡 但我有时候会觉得 不好意思 还是要点个咖啡 然后要个位置 对不对 然后那边的书呢 就全部你看 所以我几乎每次去至少一次都看十本二十本 而且看书的速度很快 因为我都看重点 几乎把他们所有书架上面的书都全部看一轮了 什么书也不挑 反正上面有书就拿来看一下 看一下 实在看完一轮 发现没书可以看 那就再看一点 可能跟我本身专业无关的 也可以看一下 反正就增加自己的一些能量 所以刚刚主要就是 再把程式做减 就把它做一些精简 那我有把程式放在云端上面 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有资料了 所以前面部分是什么 所谓的资料的探勘 也就是说 其实资料的探勘很重要 还有呢取得资料 汇整资料这也很重要 但是前置作业 可是这些动作如果你不会的话 你可能要花很多力气 再来的话才是做资料的统计分析 分析什么 哪个区的窃盗案件最高 哪个区呢 那问题来了 哪一个路 区跟路 那问题来了 还有哪个时间 时间是有上面有时间 也有日期 所以还可以统计哪一年 所以其实 也可以看出那个 就是104年以后呢 到底治安是 住宅窃窃盗案件是减少还是增加 里面可不可以看出来 是可以看出来 但问题要怎么看出来 重点 请你把报表做出来 最好是可以有个视觉化 然后因为老板 有时候没那么闲工夫看那个数字 你可以画图给我看 我看图就好了 我就知道了 那可是你要怎么去呈现出来 第一个的话 你可能遇到第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你没有区 那区在哪里 区在地址里面 所以第一个 你可能要在这边插入一个什么 插入一个栏位叫区 因为如果你要做统计分析之前 没有那个栏位 请你把它变出来吧 否则你没办法做统计分析 你没办法做报表 因为你那个报表 每个栏位 你怎么伸出那个报表 自己变吗 当然不是吧 第二个的话 哪一条路 所以这边的话 可能会需要一个路 哪一区哪一条路 但问题来了 哪一区好不好找呢 好像比较好找 区的话 应该 规则好像还蛮明确的 它刚好是什么 第几个字呢 第四个字 取几个字 取三个字 所以这一题倒是蛮简单 你可以用什么 你根本不用VPA 你用插入函数 用文字类里面的MID就可以了 这个MID函数的话 你就可以用哪个 这个地址 第几个字 第四个字 取几个字 取三个字不就好了 文山区就OK了 点两下 就出现了 再来的话呢 路 其实应该不止路 我后来发现这个是最麻烦的 因为它还有什么 还有街 甚至还有道 为什么 因为有市民大道 有没有 为什么不叫市民 市民大路吗 市民大街 一定要叫市民大道 所以 这就麻烦了 而且他这个资料 还有一个地方 可能是会是问题 有一些有理 有一些有林 那有一些是都没有 只有什么 只有区 所以很麻烦就是说 你要怎么从 如果有林的话 从林那个字的后一个字 再抓到什么 抓到后面 如果是街或路或道 所以你会发现 因为我要切资料的话 要先知道前面是什么字 要知道后面是什么字 就把中间的资料 取出来就好了 但是前面的规则 就会有三种 如果是零 有零 就是抓零 有里 就抓里 有区 就抓区 OK 那后面的话呢 可能是路 可能是街 可能是道 那问题来了 贾特塔 如果你要用这个函数 来完成的话 这一题 基本上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建议这个地方 请你写VBA 反而比较简单 因为如果用VBA来做的话 程式比较不复杂 至于要怎么写 NH 请各位先试试看 画面我再还给各位 试试看 切回去给各位 一会儿 两位 创榴 8 40 6 6 7 9 谢谢观看